英國前首相強森在23號宣布退出保守黨黨魁的競爭 強森聲明為了保守黨團結 他的再度競選不會是正確做法 正在接受派對門調查的搭 此前還聲稱自己獲得了超過102位黨內議員的支持 強森退出競爭激勵了英鎊走強 亞洲早盤一度升值將近1%到1.1409美元 主因是市場預期另一位更加熱門的人選 前財政大臣蘇納克更有能力解決英國當前的財政挑戰 在強森宣布放棄競爭的前一晚跟蘇納克進行了秘密會談 雖然蘇納克在上次角逐首相時敗給了特拉斯 但他現在是呼聲最高幾乎笃定勝利的競爭者 如果蘇納克順利獲選 就會成為英國史上第一位印度裔首相 另一位有意角逐大位的是保守黨的下議院領袖摩丹特 保守黨黨魁提名將在當地24號下午 兩點截止 預計到五點多完成議員投票 並且在六點左右揭曉結果 如果在提名截止時 只有一個競爭者達到一百人的競爭門檻 那麼這個人就會自動成為黨魁 接任英國首相大位 環宇新聞劉慶文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